13個示威者去年6月 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期間 衝擊立法會大樓 全部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 而企圖強行進入 罪名不成立 土地歸於人文 土地歸於人文 千回東不難規劃 各位記者朋友 幾十個社民連成員到法院聲援 13個被告包括社民連副主席王浩銘 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 何傑宏等等 他們分別被控參與非法集結 企圖強行進入 及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罪 凶聚說 去年6月13日 大批示威者在立法會裁委會 審議新界東北計劃全期撥款時 在大樓的示威區聚集 部分被告用竹枝和金屬等物件 試圖叫開立法會玻璃門 亦有被告扔鐵馬 導致大樓多處玻璃門和石牆受損 闘洞到中國 完成! 包含